那我請教一下金龍大哥 現在一場美中的霸權之爭 看得出來晶片是核心的戰場 而且晶片確實是21世紀 最重要的戰略物資 其實也是民生物資 所以台積電的獲利才會這樣創新高 然後以中國現在快速的發展來講 顯然他也希望他可以激起直追 不過全世界的半導體的工房的版圖 那今年也確實有蠻多的變動 第一個我們看 就是半導體高科技公司 要取得新的技術 新的市場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詬病 那今年如果一些 因為詬病要經過很多主要國家的核准 如果核准的話 今年全球半導體詬病的金額 會創歷史新高 大概會在1000多億 那麼這幾個大詬病的主角 都是三個台灣小孩 好 這個三個台灣小孩 第一個最有名的 他就黃仁勳喜歡穿皮衣 他是台南出生 然後小的時候跟爸爸媽媽到泰國 然後因為泰國 爸爸媽媽就不好就把他送到美國 然後在美國長大 那黃仁勳在1993年創NVIDIA 這家公司 就是回答 他發明這個GPU以後 他洗檢所有的人工智慧的市場 人工智慧的市場全部被他襲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為了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伺服器裡面 伺服器裡面 他在去年 在2003年 他併了以色列一個叫 MenaLox這家公司 對 這家公司主要是在伺服器裡面的交換器 非常高速的網路 所以很重要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黃仁勳他的GPU下去就很有辦法 另外在今年5月 他又併了一家叫Cumulus Cumulus就是中文翻譯基因的 這個是一個軟體 軟體定義網路 就是SDN 就是用軟體來定義網路 網路的結構可以修改 那麼這個硬體和軟體結合起來 所以他在資料中心裡面 他是很厲害 那在9月14號 黃仁勳宣布了一個 他要花400億去併英國的安模 就是ARM 那不過這一個併這個 他主要的意思就是 因為安模是所有的手機的處理器 對 全部都是用安模的架構 也就是說全世界有兩三百 一年就幾百億顆的 這個處理器 全部都是用安模架構 所以這個要花這麼多錢 然後他最重要就是要掌握 進入資料中心處理器的市場 對 那麼為了這個呢 另外一家公司叫超微 超微的執行長 Lisa Sue也是台南出生的 也是台南的台妹 台南小孩 那Lisa Sue呢 超微是這樣 超微是在1969年就成立的 是一個非常老的公司 那他原來就是等於 Intel的跟Intel做Intel compatible的CPU 他全部都這樣 但是呢 他在2000年初的時候 他做得很好 搶了Intel很多試占力 所以當時他的CEO想說 他就去併當時 就是說繪圖處理器 就是說那個Graphic IC的ATI ATI這一家公司呢 他花了54億美金了 那當時對超微來講是花很多錢 但是呢 這個讓超微的財務呢 發生很大的問題了 那他把他的經驗廠就賣掉了 那2015年 AMD就是超微的股價跌到股底 對 當時市值呢 不到15億 今天市值已經超過1000億了 對 所以Lisa Sue只漲超微 是20倍的股價的漲戶 超過20倍股價的漲戶 而且他的合作model就台積電 對 然後他很厲害就是 當然他有一些基礎架構 那麼對 他最近整個媒體 就他希望用300億美金 去併一家公司 叫Zilink 塞林斯 那麼Zilink這一家公司 當時很有名 他是做FPGA FPGA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他是具有一種彈性的架構 就是說軟體改變 他的改變不是只改變裡面的程式而已 他會把所有的那個線路的架構會做改變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像他在 最重要的是在網路 因為很多的網路的公司 基地台 他們剛開始很多的架構 他不曉得有沒有怎麼樣的固定 所以他就買FPGA FPGA就可以用軟體 去模擬去做個 像IC設計公司要開花一個IC錢 就是用FPGA FPGA是非常貴的IC 一顆都幾千塊美金的 而且都專做高端的商業 對 高端他就是國皇工業也有 國皇工業 或者基地台的 還有就是說通信 就是基地台這一類 所以他的毛利率高達 接近70% 67%左右 毛利率67% 對 然後超堪的MDCEO 蘇之鋒 就是台南出生的台妹 對 他那 Zilink的CEO呢 是台北出生的 也是台客 對對 台客 Victor Penn 台北出生以後到美國 也走 所以 所以呢 所以你看整個半導體的靈魂人物 全都是台客 這三位都是台 台灣基因 可以簡單講 不過呢 蘇峰之鋒 坦白講 他現在狀況很好 但是他很下大賭注 OK 因為你看一下 其實 NVIDIA的營業額 100多億美金 就是2019年 那麼那個 AMD接近70億美金 67億美金 那Zilink 就Zilink 只有一半 只有32億美金 對 但是 AMD的獲利都還比Zilink還少 因為他的毛利率比較低 對 不過 AMD為什麼要併呢 我們看下一張圖表 也就是說呢 高效能的運算 高效能運算 你就是要進去那個資料中心 對 Intel是很齊顯 但是他在2015年用167億美金 併了FPGA的二哥 叫Atila 所以他也是非常強 所以他現在FPGA很強 FPGA 其實Intel併了Atila 2015年 事實上他應該有更有作為 不過Intel因為公司太大 公司太大呢 組織架構太龐大 對 所以Atila沒有辦法再發揮 因為他是整個整合起來 那麼對AMD而言 他只有CPU 對 還有GPU 這兩個他都很強 但是呢 他缺了FPGA 如果要在資料中心裡面 他如果有FPGA 他會如有天秘 所以我們給觀眾朋友一個簡單的概念 FPGA主要運用在航太 軍工快速大量 所以包含伺服器或者基地台 那就等於是 未來所有美中爭霸的核心產業跟領域 對對對 沒有錯 那Victor Penn當時就是 因為 因為他們在通訊裡面的用途 就是說 因為他用了 用了一陣子以後呢 這一些使用者 他們就會去開 ASIC 就是特製化IC 所以他那個市場是長不大的 所以他要 進攻伺服器的市場 所以對AMD 如果他能夠跟 Zilink合併起來的話 他的市場擴很大 第一個他能夠去進攻伺服器的市場 第二個他能夠進入5G 因為5G基地台整個 也就是說AMD會跨一大步 所以他不惜了 你看 他不惜好賭一場 對70億 營業了 就是說以70億 今年可能到80億美金 不惜要用300億美金 而且他現金只有10多億美金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現在股價很高 他可以用換股的方式 他可以用市值來併購 用本益比的 高的本益比 用高的股票 來換取 Zilink的 對 所以為什麼在半導體的市場上 台客台灣的技術 台灣的團隊 台灣的資金非常重要 我們稍後回來